真的存在宿命吗 今天的故事来自网友陈佳乐 陈哥今天38岁了在杭州 2021年的生意失败亏了3000万左右 还欠下300万的外债 曾经他是一家汽车公司的老板 所以破产之后就到处求职汽车赛斯店 当地的赛斯店招聘都要做背景调查 都不敢用它 因为在他们眼里 陈哥这样的人不可能去应聘上班 那么在走投无路之时 陈哥就联系了杭州渔航区的一家宝马赛斯店 做经理的朋友 说能不能去你那上班 我现在真的只想好好上班 于是陈哥就去上班了 那么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他在公司里上班的那两个月 都是以最低调最默默无闻的姿态 在打下手 当时是在社会服务部门 就是汽车维护保养的部门 给这个服务顾问做助理 就是打杂 而且这个陈哥从来不会亲自接触客户 都是这个服务顾问去接这个客户 然后跟客户谈好了保养的内容和价格之后 再交给陈哥把单子打印出来 然后给这个车子套上三件套 开进车间交给车间维修或者保养 那么有一天就来了一位女性车主 来保养车子 以前他都是有固定的服务顾问接待的 但那天他告诉前台 说随便找个人赶紧的给我车子做一下保养 巧的是这个前台就把他的车交给了陈哥的服务顾问 陈哥的服务顾问又很忙 就给他开了个保养单 让他去休息区休息 后来这个车间就反馈 说这个客户的车就简单出了很多项目 需要维修 而当时陈哥的这个服务顾问就很忙 就让陈哥就跟这个车主沟通 这个是陈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去和车主当面沟通 于是就拿着那个要做的项目 那个表 去到这个休息区找到这个女客户 想告诉他这个车子有哪些地方需要保养和维修的 那过去的时候这个女的在休息区里睡着了 当时这个陈哥就看着他想叫醒他 又怕打扰他 所以就盯着这个客户打量了一下 那么忽然 这个陈哥就觉得眼前的这个人 给他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似曾相识 或者说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故事 他又在旁边一直看着这个女客户 直到他醒来 那么就跟他说了这个车子的事情 这个客户就半睡半醒的 说你该做的都做吧 赶紧的 于是陈哥就告诉这个服务顾问 说了这个客户都要做 与此同时 这个陈哥就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 觉得这个人他一定认识 甚至两个人经历过什么 那么这种感觉特别的强烈 困扰了陈哥整整两天 直到他在某音上刷到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也让陈哥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 然后他就点了关注 到后来才发现 原来他关注的这个人 就是这个女车主 因为这个视频里美颜有点狠 所以当时是没有一下子认出来 是后面两人聊天 这个陈哥才知道的 那么说到这我就很好奇了 兄弟们 你们是怎么关注我的呢 不过也跟陈哥一样吧 就是那种莫名的一种感觉 对吗 那么好 回到故事里来 说有一天中午呢 这个陈哥就很困 找了个地方呢 就瞇瞪了一下 在半梦半醒之间 他脑海里呢 就浮现出一段画面来 就跟看电影似的 说这个女客户呢 是他前世的妻子 那个时候呢 陈哥也算是一个公子 得见可以 但不知怎么滴 家门没落 破产了 这个女人呢 就跟着别人跑了 陈哥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 他也没有说话 这个陈哥呢也没有说话 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跟别人走掉了 没过多久呢 就听到传闻 说这个女的她死了 但怎么死的 陈哥也不清楚 醒来之后呢 这个陈哥就特别的好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就去公司找到女客户的电话 想加她微信 试着了解一下 那么加上好友之后呢 陈哥并没有提到这些 只是说以后车子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来找她 那么巧就巧在 两个人刚加微信 这个女客户的车子被人追尾了 当时呢 他又问陈哥该怎么办 陈哥就说啊 你应该怎么处理 把这个流程告诉他 完了之后呢就约定好 说闲了之后呢 去他公司去维修嘛 好 女客户去的那天 刚好呢 陈哥辞职不干了 但是呢 陈哥还是交代别的同事 帮他处理好相关的事宜 好了处理完之后 两个人在公司门口见面了 当时啊 这个女客户呢 就说啊 其实第一次接触啊 压根就没有睁眼看陈哥 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 但这个陈哥呢 哎 还是蛮绅士的啊 说没事 我请你去吃个午饭 两个人当时呢 就去了当地的这个海鲜火锅啊 吃了午饭 临走的时候呢 陈哥要买单 就发现这个姑娘啊 已经提前买过了 然后呢 两个人就微信上继续聊嘛 这个陈哥就说啊 发现抖音上一个人啊 就跟你很像 结果呢 这个女的就说哎 就是他啊 就这么过了十来天 有一天啊 这个姑娘就突然找到陈哥 说他做了个梦 说他欠陈哥的啊 这辈子怎么都还不清 在梦里呢 两个人是夫妻 他在陈哥落寞的时候呢 离开了他 而他自己呢 没多久遇到意外 死了 陈哥非常震撼啊 为什么呢 就听他说完这个梦之后 就发现两个人的梦拼在一起啊 居然是完整的一段故事 而且没有一点偏差 后面呢 两个人就很亲近了 像亲人一样 一点没有陌生感 很多爱好呢 也都不谋而合 那么我觉得最夸张的是什么呢 就我个人觉得啊 就是后面这个陈哥讲的 说有一次 这个姑娘就发现陈哥闷闷不乐 就问他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陈哥说没事啊 但这个姑娘呢 就好像很了解陈哥死的 讲说啊 你肯定遇到经济上的官司了 然后他毫不犹豫的啊 给陈哥转了280万 我的个乖乖 有这样的姑娘吗 兄弟们给我来一打啊 然后呢 这个姑娘就告诉陈哥 先解决掉眼前的困难再说啊 当时这个陈哥还问他说 你不怕我不还你了 或者说我还不出来吗 姑娘当时就只说了一句话 我欠你的 后面呢 因为一直不顺啊 这个陈哥就说了 要找个地方去看一看 两个人呢 就打听到一个很厉害的老爷子 老爷子怎么说呢 说陈哥啊 会有三个老婆 而且呢 最近五年 他一定会倾家荡产 妻离子散 事实呢 就是这样 果然被他严重了 接着呢 这个老爷子呢 又给姑娘看啊 说这个姑娘呢 就夫妻很好 但这辈子呢 会还一个人情债 还了不会有回报的那种 神奇的是什么呢 就说着说着啊 这个老爷子一愣 突然间就指陈哥 哎 不对 你的债主就是他 两个人金筑了 你知道吗 太神奇了 最神奇的是啊 这个陈哥后面呢 就一复盘嘛 他的破产 他的求职 一切啊 都把他导向那个CS店去上班 去偶遇姑娘 且姑娘呢 她是一个外省人 几经周折 居然没有在当地买车 就跑去陈哥打工的那家店 买了车 而且那天呢 他也是突然间啊 下去保养 没有预约 也是唯一一次 没有找那个指定的服务顾问 刚好呢 被这个陈哥给偶遇到了 所以陈哥呢 就特别的纳闷啊 难道说一切的元起元灭 都是注定的吗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 你看啊 有些人呢一见如故 而有些人呢成天打交道 也不能成为朋友 所以缘分呢 也许就是一种感觉啊 任何人之间的感觉 好了 故事到这里呢就结束了 我是老飘 下个故事见